你需要把什么 把这一个字一个字 Kingdom 每一个字都切开来 那有两种方法 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用串列的方式 那也就是说你 input 之后 比如说我 input 一个 kingdom 然后呢 过来之后呢 用 list 的方式 串列有没有 把它怎么样 丢到一个 list 里面去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把这个字串变成串列的话 print 出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个 list 里面呢 就把 kingdom 全部拆开来 一个一个拆开来 OK 这些词形的话 假设我输入的是 这个 那你会发现输入一个 kingdom 那他就怎么样 他就会 把字帮我切开来 这个 kingdom 帮我把这几个字都拆开来 丢到哪里呢 一个字一个字切开来 然后丢到那个我们的 这个 list 里面就变成这样 有没有 k-i-n-g-d-o-n 有没有 一个一个拆开来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配合个回圈 那逐一把一个字一个字抓过来 丢给什么 ord 去转换它的内码位置 然后再把那个内码的位置的数字 再用total去加总 不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其实这一题还蛮好理解的 而且最关键就是你会ord 就ok了 这应该没有很困难吧 ok 最好是直觉可以自己写出来 不要看 如果你ok的话 那表示以后你去考证照的话 抽到这一题 闭着眼睛也会写吧 对哦 真的是这样 ok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就是把这个加一个total等于零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 把它直接一个一个的输出 加总起来 诶就是什么 我们要的结果 ok 有没有 713 那这个是方法一 方法二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另外我还有写一种方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得 注意一点就是 其实字串本身 它也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串列来用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有用过一招 这一招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kindle 那我就不想转型 这个就不转 我直接怎么样 把它只要 s 中瓜糊 我输入一个0的话 它print会print什么 对 然后特别是有 有印象我有用过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kindle enter 少了一个print 这边要把它print出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怎么样 把那个k 只有k 所以意思类推 也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的数字 增加它就往下抓下一个 下一个 有没有 所以如果我这边print 里面的 里面上应该会抓到是k 那么k 那再来e 1的话就i 意思类推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抓个尾圈i 对 ok 哪一个方法简单 当然好像跟这个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方法2改一下 如果我不转 假设我今天的话就是 就是 这边我就不转了 所以这一行 其实可以注解掉了 然后这边不用print ok 然后我就怎么样 直接不转 不过这个会错误 那怎么办 很简单 这边全部改成s 就好了 那l e 2 s 它就算几个字 对不对 一样 然后这边的话 你就把它放一个s 所以list e 的话就是s s i i的话0 就k 帮我转型 那这个一样 k这个字 它的内码是多少 然后呢 帮我累加 就转型之后 那个 所以s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写法的好处 就是少一行 不用强制去把它转成串列 再来用 ok 所以理论上 我建议是用这个方法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吧 未来 甚至它中瓜阿虎 哪个字到哪一个字 有没有 你可以中间加冒号就好了 这个方法还蛮好用 有时候你要切那个 爬下来的资料 哪一个字到中间 我可能很多个 我要哪部分资料 我可以中瓜阿虎 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 就好了 我只要把位置找到 那我那个字的中间资料 我也可以把它抓出来 那有点类似像那个 VBA或Excel里面的MID MID MID函数 中间的东西 那这种用法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这样的话呢 可不可以得到结果 正确呢 执行 ok 一样Kinden 把这个资料 Enter 一模一样 没有问题 所以理论上 要不就是转 把那个什么 字串 转成串列 来用 不过我是觉得 有点多词一句 直接把字串拿来 切割就好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rd Ord 另外如果你要再转 回来的话 那就是 CHR ok